工廠玻璃留下一處彈孔 內部拉起封鎖線 警方立刻展開調查 20號凌晨台南麻豆區 傳出槍擊案 因為這裡是市議員的服務處 兼工廠地點實在非常敏感 遭到槍擊的被害人是他 台南麻豆區的市議員吳通龍 接獲工廠遭人開槍恐嚇 一早就報警處理 本人不以為意 因為他的背景屬於民進黨政國會議員 議長郭信良還曾親自幫忙站台拉票 原來連任四屆台南市議員的吳通龍 2018年議長選舉時 因為違反黨內決議 沒有投票給議長候選人邱莉莉 反而跑票郭信良遭到停權一年半 這次槍擊案又發生在議長投票前 難免讓人聯想兩者是否有關聯 有沒有涉及火藥殘疾的反應 那初步結果是呈現陰性的反應 例舉照片採證說明 強調作案工具並非槍支 可能是其他工具 就是擔心遭到外界過度解讀 逼近距離議長投票只剩四天 我們正在選政府議長 那外界的質疑是認為說 這跟政府議長跑掉 我們有聽說議長 府議長選舉 有在簽署了 還有這個你簽了 還是說有人投資很少 政府議長選舉在即 又傳出議員服務處疑似遭到槍擊 以及引發地方政壇 議論紛紛 金新聞 黃毅軒 孫敏芳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